手下流行啊 完全不一样 我要关起来 我要关起来 我们都已经被抓走了一半 时光之味 岁月沉香 天地灵雾 中华取妙 自古以来 中医药就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 今年夏天 你会用什么来进行驱蚊呢 不如和我一起来和小朋友们制作 中药驱蚊包吧 那我们现在来的 可以自己做一个驱蚊包 每个人上 手上面会有三个这个小包 我们做三个 一个等会儿送给我们老人 另外的话 你们可以送给你们自己的父母 好吗 好 中药的配方 我们有丁香白纸 这些我们都放在桌面上了 我们是怎么样 怎么配比呢 每样的颗量是五颗 大家会用等秤吗 会 来 我教你们用一下怎么用等秤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的是中医的这个等秤 它的手法也是很有讲究的 需要用大拇指夹住和中指把它撑住 然后左手拿着这个秤的尾端 右手来低拎着这一个秤上面的这个悬挂物 好 我们现在开始制作一个中药区蚊包吧 我们先把它归零 归零 然后我们先把它刻度按到五这个位置 五 一克代表的是一克 然后我们就开始放右手放药材 大概大概也就这个位置 对 就基本就这么多五克 这样就表示是五克 对 对 好神奇 这里就是五克的一个剂量了 好 大家看一下 就拿这里是吗 对对 右手拿 右手拿 对对 左手我们好调刻度 这样子来回腿圈 那我们下面来称一个画箱 我们现在加一个则是画箱 好 广惠箱对吗 对这个广惠箱 好我们称好了广惠箱的量 现在我们把它装到屈伦包中 好 广惠箱它又可以清热去湿的 那我们再来称一个爱叶 大概也就称一个两克钢钢 这样子 因为这很轻圆 轻圆称的 我帮你放吧 好 谢谢 大概差不多了 这个是爱叶 对 爱叶有趋纹的效果 趋纹 对 平时我们也拿来泡脚 它清热照尸质养 到薄荷 对薄荷 可以抓一些 薄荷我们也称好了 薄荷可以清头木 清热 提神的薄荷我们也装好了 再来一个紫苏叶 紫苏 平时都拿来吃 紫苏在中药上有什么作用呢 它一个是对肠 清热解毒 而且它还可以重要一点 它可以解蟹毒 蟹 螃蟹 什么是螃蟹 就是夏天吃螃蟹太寒了 对对 我们加一点紫苏就会很好 那它在驱蚊上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也是清热驱蚊的 清热驱蚊 因为它这个味道比较浓 蚊子都看这个味道 阿姨都会 他做完了 臣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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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手下留情 好 接下来入场的是我们的臣皮选手 都没了 这是什么呢 丁香 丁香 这是花蕾 小花蕾 对 就是丁香的花 这个丁香花做成军药之后 和它自己的鲜花是完全不一样 一点都没有认出来的 它还有这个是它的果实 还有果实 是已经结了果实的丁香 摘下来 然后制成的 小茴香 茴香 茴香 味道很浓 这个还有食欲 要食同源的一个 要食同源 我们平时煮菜卤味的话 都会放一点这个茴香 我来抢东西了 小朋友们对制作中药驱蚊包 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我们的小茴香和其他的中药 也非常的紧俏 好 抓到了最后一把食仓苦 谢谢你 谢谢 来 随着最后一位食仓苦 5G药剂的加入 我们的这个中药驱蚊包 已经制作完成了 用力拉紧 还可以吗 可以 非常棒 一个药包 久味中药 我们在欢乐的氛围中 结束了今天 中药驱蚊包的制作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教程 行动起来 一起对抗今年的蚊虫大军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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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